原来在未删减的感情线中 安心幻想过和梦玉的圆满结局 他们和因为生女儿还是生儿子伴嘴 他们接受了陈淑婷和高启强的祝福 他们在河边的约会 在医院的告白 在好朋友面前公开 但在删减完之后 剧中的他们梦玉求婚被拒绝 等到重逢时 已经一个人白头一个嫁人 成了观众永远的一男平 那咱俩的婚礼就定在九月六号 这样你以后你每年就送一回礼物 就可以找我打个握 这个呢 是我专门挑的情点 冯玉你听清楚 我不爱你 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 我知道你那儿这两天出事 你心里不太好 咱们不想那些了好不好 我从来就没有爱过 找一个爱你的人 结婚的 是爱情人 安心 你站住 安心 你先把话说清楚好不好 安心 安心 我也从来都没有爱过你 别再说李怡童毁了狂飙了 如果不是李怡童 张艺这条线可能真的要变成偶像剧了 我不希望她有一个这么转悠的感觉 在为梦玉选角时 导演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李怡童 两人之前就合作过《魅者无疆》 一听说能和张艺扮演情侣 李怡童想一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她们一个 抱着迷魅的状态来 但因为两人年龄相差过大 开播前大家并不看好这段CP 甚至直呼有感情线这部剧就毁了 谁知剧播出后 这些人纷纷真相了 梦玉和安心最终没在一起 也成了多少人的一男平 梦玉她已经选择安心了呀 只不过安心介于她的兄弟对她说的那些话 或者说是她看到一些前奢之剑 她害怕给不了梦玉幸福 你所在乎的一切都是她们攻击的软肋 而也正是梦玉这个角色让观众们再次把关注点放到李怡童的演技上 好剧本好团队加上好演员 这种配置李怡童等了多少年 很感谢义哥能够给我很多帮助 尤其他会帮着我们去分析人物分析本子的剧情 让整个东西会更加的顺畅